哈喽 巴尼兔 跟着我们一起说音乐 唱故事吧 巴尼老师 今天要听什么故事呢 今天我们要说玫瑰 搭配的音乐家是孟德尔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户人家 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去了天堂 如今孩子们渐渐都长大了 唯独剩下小女儿玫瑰 还留在家中 爱情是玫瑰的话语 快乐随着蝴蝶飞舞 孤单的代表是蒲公影 独自飘荡在风里 玫瑰其实也期待爱情 不像孤单的蒲公影 在这寂寞的世界相遇 把玫瑰当礼物给你 爱情是玫瑰的话语 我在这里等你 在这寂寞的世界相遇 爱情是玫瑰的花云 快乐随着蝴蝶飞舞 孤单的代表是蒲公影 独自飘荡在风里 玫瑰其实也期待爱情 不像孤单的蒲公影 在这寂寞的世界相遇 把玫瑰当礼物给你 爱情是玫瑰的花云 我在这里等你 玫瑰啊 爸爸有一件事很烦恼 我必须离家很远 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 我担心你自己在家 哎 算了 算了 爸爸怎么能放玫瑰自己在家呢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你不用担心我 虽然一个人在家 会有一点孤单 不过我会加油的 那玫瑰 你有没有想要什么礼物呢 嗯 那你就在回家的路上 栽一朵你第一眼见到的玫瑰花 送给我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决定 爸爸一去就去了好久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 一个玫瑰的约定 终于等到可以回家的那一天 爸爸看到一个老旧的城堡 似乎没有人住 但是却长满了美丽的玫瑰花 爸爸没有多想 便摘下最红最大的玫瑰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一个不友善的声音 你 谁准你闯进我的花园 还摘下我心爱的玫瑰花 那来的陌生人走进我的花园 摘走位一流在我身边绽放的玫瑰 那来的陌生人走进我的花园 摘走位一流在我身边绽放的玫瑰 这一切都是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以为这是叶玫瑰 我想认你不要误会 我种玫瑰是为了玫瑰 真的真的很抱歉 不论多少钱我都愿意赔偿 我不在乎钱 但你要付出代价 代价就是留在城堡 当我的仆人 永远住在城堡里 不准离开 此时的玫瑰 正开心地在庭院里等待 即将归来的父亲 爸爸是回来跟你道别的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可是爸爸摘玫瑰是因为我 所以就让我代替你去城堡吧 就这样 玫瑰代替了爸爸来到野兽的城堡 野兽王子总是不好好跟我说话 常常对我大吼大叫 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 难怪没有人喜欢跟他做朋友 嘿 玫瑰 你在哪 我的衣服你到底是补好了没有 还有啊 晚餐我要吃牛排 你准备好了吗 是 是 野兽王子 等玫瑰离开后 原本看起来骄傲又没礼貌的野兽王子 卸下心房 一个人坐在地板上 看起来失落又懊悔 唉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对玫瑰没礼貌 我很感谢玫瑰来到城堡 可是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谢谢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谢谢 只要一见到他 我就 我就很凶 但是我心里想的并不是这样 我准备了一件洋装 还有一张卡片 想要送给玫瑰 可是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拿给他 好漂亮的黄色洋装哦 哦 这里还有卡片耶 玫瑰 谢谢你 这是送你的礼物 其实 我很怕孤单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而且 我已经知道 把你关在城堡 是不对的 我愿意 让你离开 原来 原来 有一颗温暖的心 我想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真的吗 可是 我长得 很丑 野兽王子 只要你善良 对人真心 大家都会愿意跟你当朋友的 那玫瑰 你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当然啊 谢谢你 我会学着接受自己 学习好好说话 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的真心 太好了 我陪你一起加油 虽然我偶尔耍脾气 袜子总是随便丢弃 但是你有一颗温暖的心 总是对我特别有耐心 爱情是玫瑰的话语 我以为我找不到你 原来 原来玫瑰跟野兽也可以 那幸福被爱的蒲公衣 虽然我偶尔耍脾气 袜子总是随便丢弃 但是你有一颗温暖的心 总是对我特别有耐心 爱情是玫瑰的话语 我以为我找不到你 原来玫瑰跟野兽也可以 当幸福被爱的蒲公衣 班尼老师 孟德尔宋的歌好温暖哦 孟德尔宋被称作幸福的音乐家 从小他就衣食无缺 生活过得很幸福 在爸爸的栽培下 接受最好的教育 哇 好棒哦 孟德尔宋出门旅行时 喜欢带着纸笔记录着沿途的美景 然后画画跟写歌 我也喜欢旅行 我也喜欢画画 孟德尔宋不仅是一位音乐家 更是一个指挥家 他是第一位使用指挥棒的人哦 我们还要再听一次 想要听完整版吗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Hello Bonnie To 说音乐唱故事 你就可以收听完整版的 玫瑰梦德尔宋 我想要爸爸妈妈带我去看音乐剧 那就快搜寻FB粉丝专页 邦尼兔亲子Music Lab 预约台北周五周六周日的赏赐 四月份玫瑰梦德尔宋 超级好看哦 Hello Bonnie To 说音乐唱故事 下周空中见